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最新资讯 星光大赏官宣 C卡代言预热 王一博力挺国货 是真的 今天正式官宣 王一博早就及其各大平台所有最大奖了 王一博的电影在上线流媒体后都表现很好 今年是Next Level的电影单元 王一博作为电影新星 年底收获满满 实际刷不停 星光大赏当然也得有他这个顶级星光 12月17日想和酷盖一起相约澳门星光大赏的粉丝 12月3日周日下午两点在猫眼小程序 就可以购买星光大赏的线下门票了 一定不要错过 同步3号酷盖还会官宣GQ盛典活动 晚上7点开始蹲GQ直播间 年底活动多 粉丝也都多多在线 打起精神来呀 王一博新代言C卡要官宣了 是真的 新的代言将会在12月4日本周一开启宣传预热阶段 并在5日本周二正式对外官宣 C卡亦是C家寓意China家 目前国货洗面奶品类官方数据全国全网销量TOBE的新锐品牌 但升起就是节节高的爆款产品 销量和口碑说话 C卡作为当下品类中国潮创新品牌 卖得好有能力竞争到王一博 肯定想放手一博 快速通过代言人全民出圈去国民化年轻品牌 而对于王一博来说 无论是顶级奢侈品香奈儿 还是高档汽车奥迪 甚至是国民手机 他都已经成功代言过 连续商业榜第一的潮流Icon 别人要靠代言给自己提咖 王一博正式代言靠王一博来提咖 自去年发生棉花事件以来 他第一时间站出来以高价与耐克解除了合作关系 并积极发挥其影响力推动国货事业的发展 他能真正做到这一切 并且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结果 比如安踏 鸦鸦 红米 百雀灵 老板电器 林氏家居等品牌 他好多代言都是需要潮流 化年轻化国际化的头部国货品牌 这些品牌都有致于在不同领域 与王一博展开深度合作 携手破圈是在必行 而王一博都做到了 让流量配得上正能量 是他一直以来所做的选择 真的是言出必行 一起期待酷盖新代言了 果然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 最近王一博没做作业 但是摩托小区也不闲着 金箔奖热热闹闹的伴着 不会还有粉丝不知道金箔奖吧 欢迎评论区交流你支持谁 最终拿下金箔奖大奖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要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